這個執行筆錄呢 是原本不是107年9月7號的執行筆錄 然後5月10號的書記官 跟107年9月7號的書記官名字不一樣 可是這裡寫的名字經未到早 這些東西是現任的5月10號的書記官寫的 5月10號的書記官也許還沒有到任 你怎麼可以在查封筆錄做不時的登載 所以這張我問過很多但強制執行的執行官 還有甚至執行以前的執行署的署長 我的朋友他們講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是在當天做的 事後補作表示這個執行筆錄他也沒有在場 而且他竟然說經未到場 然後日期是停在8個月以後 如果當天有做執行 那應該由原來的書記官洗地紋來做 怎麼會原來的沒有做 然後這張不見了 原來根本沒有執行筆錄 所以為了補證瑕疵 所以竟然在8個月以後 有另外一個書記官來為你 也不能講就是來補作 來做不時登載8個月前的 所以這張請宜蘭分數 請你出來進行記者會 說清楚講明白 這你可以補證嗎 你可以這樣做嗎 你沒有執行當天沒有執行筆錄 你可以事後來做嗎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是 他認為這個是小瑕疵 都可以補證 其實這個是大瑕疵 我們哪知道那天有誰到場 對不對 那這個關心價格的問題 已經關心整個流程的問題 107年4月27號 如果在筆錄為真的話 表示當天有靈機 有表示義務人 陳親戚住在這個房屋裡頭 對不對 那你這裡頭就可以請 你又說義務人 陳親戚有在 那這靈機有在筆錄裡頭簽名 後來我們到 呃 明治裡的里長辦公室跟里民辦公室呢 去問 找不到 這裡頭 只有一個叫做 徐玉仙 徐玉仙這位 他不是靈機 所以徐玉仙不是靈機 為什麼 那為什麼在裡面簽名 他說是不動產 估計師裡頭的職業助理 他是不動產經紀人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黃仲業 其實黃仲業為什麼 帶不動產估計師進到現場 所以太早進去了 對不對 他不是來估價還是來做什麼 然後 然後竟然整個來指稱他都是靈機 所以 許玉仙不是靈機 那我們現在請行政執行署告訴我們 靈機在哪裡 請你說清楚 講明台要交代 而不是把這案件 做無理由就不會